嗨 我是寶可夢 我們今天呢 週末忽然間來個速報好了 我想跟大家聊一個主題 就是這個玉山的振興優惠券 到底它的優惠如何 它在6月20號 也就是昨天禮拜六它推出了 那網路上的話呢 就是有非常激烈的反應 我也很好奇說 大家對於這個東西的看法是怎麼樣 包括往後延伸 玉山下半年的優惠 是否有可能會有所調整我們所謂的見維之柱 就從我們這一集影片開始 好不好 我們立馬來跟大家聊聊大家最關心的振興優惠券 其實玉山銀行的優惠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們接著往下看 那本支影片我們即將探討的就是 玉山振興券的優惠分析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聊這一塊 那第二的話呢 就是 很多很多玉山的信用卡在下半年都會開始進行調整 包括Uber卡 包括Only卡 這些卡片的優惠其實都在7月1號會進行一個產品的權益更新 到底會變好還是會變差 其實這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們心裡有數了 但是我們還是來聊聊看 如果真的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你要怎麼處置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第二跟第三個部分要聊的 好 立馬往下走 來 這個玉山振興優惠券分析 這個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 欸 畫面做得還不錯耶 還蠻可愛的 那到底它的優惠如何呢 我們就是 接著往下看你就會知道 到底它的優惠好不好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做分析 好 我們現在來到他們這個官網的畫面 那這個玉山銀行的振興三遍權優惠如何呢 最下面最醒目的標題就是 玉山給你通路至少10%以上的回饋 新戶刷3000 領3000 哇 這個3000 領3000 這數字聽起來好誘人喔 但是你要知道喔 它其實是這個銀行 政府給你的2000 加上銀行給你的1000 最高3000 那麼它這個優惠等同於 台新當初發的新聞稿一樣 與台新新戶來使用這個 申請信用卡在解這個 我們振興券的優惠 台新給你1000 那玉山給的東西 其實就跟台新給的一樣喔 所以其實沒有想像中的 哇 好像很厲害的沒有 因為它連政府給你的2000塊 也算進去了 好不好 好 那再來往下看的話說 豪里馬上領 新戶手刷3000 領3000 那麼包含振興券2000 再加上3000元的這個 中間有1000的手刷領 好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派錢包信用卡 那麼就是1000BB 這當然也是 所有的信用卡 行戶手刷裡面算是相當好的 因為通常銀行給你的行戶手刷 了不起就是500塊的刷卡金 或者是所謂的PB 就這樣子而已 那現在玉山的派卡 它甚至是行戶只有300 然後更差 所以如果你是行戶 你還蠻適合使用這個方案的 因為你可以拿到1000塊 你只要刷3000就符合資格了 那麼如果你是ONI卡 或者是Uber卡的話 你給的是1000刷卡金 那它後面的規則有寫到說 如果你符合這個 活動資格的話 它最快在11月才會回歸到你賬上 所以有點久 就是7月到11月有4個月的時間 對啊 所以就要等很久 所以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但如果你是辛苦的話 你也很歡迎在7月1號開始 來參加活動上車 但是也別忘了就是一定要進行登錄喔 好嗎 那活動時間是7月1號開始 所以你現在還是有一些時間可以進行觀望 好 那第二的話就是如果你是玉山救護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數位券 你就給1% 紙本券給2% 那我就很好奇想問大家 如果你是救護的話 難道你還會去使用它的這個1%跟2%的回饋嗎 雖然說它不包含卡片原始回饋 所以你還可以拿到卡片的基本的刷卡回饋 但是也不過才一點點而已 一秘密而已 那我想要問你的是 如果比如說其他銀行救護給10% 甚至這個有封閉備卡最高給到18% 加上卡片原始的 那它不也是比這個所謂的1%2%還要厲害嗎 所以我覺得玉山推出來的這個救護 是完全非常的可惜喔 就是完全沒有照顧到我們的救護 所以如果像我自己本身是玉山救護的 我怎麼可能會去使用它的優惠呢 我就去用其他銀行就好啦 甚至我使用悠悠附好了 悠悠附的話它現在是悠悠卡給300 悠悠附給500 甚至你有敬老卡愛心卡再加1000 欸給到1500欸 1500就跟渣打還有這個所謂的 匯豐給的優惠都差不多高欸 對啊那這樣子你還會想要來用這個玉山嗎 所以我覺得很多銀行他們會使用這種 所謂combo機做包裝 但事實上它的優惠權益是蠻弱的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不要被騙 那再來的話就是 其實你還是可以使用到它 銀行提供的基本回饋來做combo 這個部分的話我是覺得 也算是一個小提醒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用到 而且又跑到這些實體動物去使用 那的確是OK的 比如說百貨10%就是 欸如果你去這個所謂的 南山或者是同一時代百貨 其實你都還是可以拿到這個 額外他們自己所謂的 九折的活動 像它這邊寫到就是 6月18號到7月9號 比如說你去這個 時代百貨刷6500給你錢 這個都還還不錯 甚至它有些基本貴位的部分 都好像有些額外的價碼 甚至吃東西有辦法折 所以這個是結合自己 玉山信用卡本身有的優惠來做這個 推廣 我覺得是可以 但前提還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本身也不常去百貨公司 或是量販同路買東西 那你就沒有必要去額外花這個錢 所以你還是要去衡量說 它有很多combo 但是這些combo 是不是都符合你自己的生活消費需求 你總不可能為了要拿到這個10% 然後再額外去花錢 這樣也不划算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大家一定要去思考清楚的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有沒有一些額外的優惠還沒有領呢 事實上如果你是新戶 或者是你是舊戶 都還沒有做帳戶自動扣角的 你可以綁定哪一百 然後你帳單 如果是紙本帳單的話 趕快來一化一下 還再送你一千點 搭配玉山Only卡 你還可以等於是折抵一百塊錢左右 隨便我還是帶扣送衛生池 這個 婆婆媽媽的罪案 喜歡的話就是可以訓練一下 那下面這邊有一些QA 你也是可以特別去關注一下 比如說 7月1號開始到這個 所謂的政府的平台裡面 進行綁定 或者是 這個玉山也有開發自己的平台來做綁定 好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上這個 所謂的 3000GOV.TW 這所謂的官網 去看一下 那麼 7月15號之後 如果 開始綁定 而且你刷了這個 滿3000元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2000呢 很簡單 他說 勤款後8天 所以你大概最快 大概7月底就可以拿到這個2000塊了 然後再以綁定時 就選擇回饋回到帳上 這個意思是說 你可以選擇 用ATM提出來 也可以選擇刷卡金 直接這裡帳上 或者是用愛心碼的方式 就是把它捲款出去 都可以 但是就是看你到時候 要怎麼做選擇 所以這其實 也沒有非常的困難 所以 哪些店家不列入消費 基本上就是網購啊 然後有一些 基本上不是一般正常 該支出的消費 就會被排除 所以你特別注意 那第五的話就是 選擇數位券 到底有沒有原卡片回饋 當然有啊 因為它不可能 因為你使用了正新消費 所以 你原本卡片該有的回饋不給你 這樣就實在太 不盡人情了 所以 玉山的優惠 基本上的話就是 我剛剛講過的這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就是 新戶最高1000 然後舊戶就是1%或2% 就這樣 所以 如果你自己本身覺得說 哇它的優惠好像 沒有想要做那麼好 那麼你的確是有可能 可以選擇其他的優惠好嗎 就是 沒有人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使用玉山的 所以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討論的第二個 重要的問題就是 到底玉山 Uber卡會不會變差呢 這個優惠真的非常堪率 因為你看 它連正新優惠 它都提不出什麼 比較吸引人的方案呢 更何況它們自家的產品 在下一年度 要來做權益調整的時候 絕對 是有非常高的機率會縮水的好嗎 雖然說 我在這個我們的粉絲頁有發起這個 所謂的 投票 那投票的方向 其實我也是帶風向 就是希望讓大家就是一起來 確認一下說 到底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 是否有可能就是 可以影響銀行的做法 你看我們這邊 目前有 多少 好多人做投票 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選擇會加碼 取票投票 玉山會加碼 你看 有1000多個投票 然後大概 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覺得說是會縮水 所以 這其實是很顯而易見的 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覺得玉山的這個優惠 其實在下半年度 的確是會變得比較差 因為它實在是太好了 在去年一整年到今年年終之前 所以 我覺得 大家就做好心理準備吧 像我後來有發一篇文章跟大家講說 欸 這個 它根本沒有辦法維持這麼好的優惠 那我們大家就是重新來回顧一下 到底 這個當初新一代神卡 出現的時候 大家是多麼的愛戴 更多麼的喜歡它 那先拿146個讚 跟30個留言 到最後呢 事實上 好 我也是出來呼籲一下 就是叫玉山的高產來看到我們 我們大家都希望 UVER卡的優惠能夠繼續 但是 銀行 不是跟寶可夢一樣次數的 所以 它 絕對 會因為這個 沒有賺錢 或者說權益優惠縮減的關係 經濟不經濟 絕對會縮水的 這是 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只是我用 這個 所謂投票方式來讓大家做一個表決 讓本團 投票的人數越多 其實就越能夠表現某種程度的名義 所以 大家如果你還沒投票 就趕快回去投一下吧 那 就算已經投了 我們 好像也不能夠做什麼 因為畢竟消費者就是弱勢的 就算我是 寶可夢好了 就算我是有影響力的人好了 我在這邊講一講 他們也不會鳥我們 好就是一樣 所以我希望 如果到時候真的權益變差了 大家也不開心的話 那我們就 拿起我們的剪刀吧 哈哈 你一定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Do something 這樣他們才會知道 我們這些 這些人 這些 小老百姓的心意是怎樣 我們希望的是什麼卡片 我們不希望的是什麼卡片 好就是一樣 那當然剪卡是 就是非必要最後最後的手段 才會做出來 但是我也是希望 我們能夠做個砲磚 也許能夠讓銀行去知道說 我們真的很希望 又會能夠持續 不管怎樣請你們撐下去好嗎 那最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欸 遇上ONICA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最近還是有很多人來問我說 那ONICA是不是要挺呢 是不是要跳船呢 要跳到這個 匯豐的旅人卡之類的 好 我的想法 永遠都是這麼簡單 就是 你如果真的覺得它優惠不好 那你就換 你就換一張卡片吧 好 因為其實 銀行也不能攔你啊 你頂多就是先不要用 先冷凍嘛 那到時候真的優惠變差了 就減掉 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來緬懷一下 遇上ONICA的話 請你就是現在立馬掃碼好嗎 掃碼來看一下這個 我的這篇文章好嗎 這篇文章是我去年9月5號寫的 也是把這個遇上ONICA捧上天 就是真的很棒 但是 它已經走了 大概9個月嘛 現在已經快要到6月底了 它下一個 下一個年度的優惠 我個人預計 像我上次這樣子 一繳之後他們可能不敢馬上改差 但是呢 遲到都會變差的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不確定說 到底 優惠權益變差你該怎麼辦 請你來看我的這支影片好嗎 遇上ONICA的點數大逃殺 也有跟大家講 你到底有哪些信用卡 是你可以逃的去處 好嗎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你要先 未雨綢繆 為未來做好準備 說到底的話 就還是 就是 那個詞 我覺得一直都很喜歡 就是這個 金履一 這個 唐朝的 杜秋良寫的 勸君莫襲金履一 勸君莫襲少年時 花開 堪則 直屈則 末代 無花空則之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其實就是 像我們現在的心情寫照啊 當初 遇上ONICA 遇上Uber卡 出來這麼好 你為什麼不辦下來使用 如果你辦下來使用 每個月都用好又滿 你早就不知道賺到好幾萬塊去了 你等到現在喔 才來講說 啊遇上用會好像變差 我現在才要上車 不好意思 你只剩下可能十天可以使用了 那何苦呢 為什麼不在銀行的優惠出來的時候 就趕快上車趕快使用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這些銀行的優惠到底什麼時候會截止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是生意人 那台灣的消費群眾的base 也沒有辦法讓他們撐起整個盈利的結構 所以他們一定是一波預算用完 下一波就會沒了 或者再幫大家推行卡就沒了 所以這個是很 我覺得是非常現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你要找一個銀行好好的長久往來 但是他們常常用這種就是短視經歷的方式 在經營社群 經營跟消費者的關係 那我覺得我也認了 因為沒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去影響銀行的決定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生意人 他們就是賺錢的 那沒有關係 那我們一樣就照我們的做法 我們就做我們消費者該做的事情 花開甘扯持續者 末代無話空折制 想減就減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今天最大最大的收穫 就跟大家討論 就是這樣 銀行的優惠不好 你沒有關係 你就選擇其他銀行就好了 那麼等到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差 排名一直往後掉了 他一樣自然會想辦法再加碼 就會再回來的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這個 就是 玉山振興三片券的優惠分析 跟未來的趨勢 簡單的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喜歡我的今天這支影片 而且對你來說真的有幫助的話 歡迎你趕快訂閱 我們每天晚上十點 都有精彩的影片會上架 趕快按讚留言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了解信用卡的美妙世界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